根据印尼抗灾署发布的数据 22日发生在印尼迅塔海峡的海峡遇难人数 已上升至281人 另外有1016人受伤57人失踪当局 称就原人原人未抵达部分地区 预计死伤人数会进一步上升 从一些拍摄于23号的灾区视频 可以看到海啸过后 印尼多地满目疮痍 由于火山仍在喷发 目前依然存在海啸危险 印尼相关部门要求当地居民和游客 远离迅塔海峡附近海滩航拍画面显示 南榜省部分海岸地区受到严重冲击海啸 突如其来当地居民毫无准备 在一段手机视频里视线 沿着这条道路向前移动 可以看到道路两旁成了废墟 部分建筑被一位平地随处可见 瓦礼碎片和废弃物 据央视财经报道 在这次海啸发生时 一个雅加达知名的流行乐队 正在海滩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表演 乐队成员们被向着大海面对现场的数百名观众 在古业齐名之时海啸突然袭来 将舞台音响设备和乐队成员推向现场观众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突如其来的灾难 堵走了乐队一名成员和乐队经理的生命 乐队的主唱在海啸袭击中 幸存下来 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还有三名乐队成员和他本人的妻子 目前仍旧失踪印尼 已经不是第一次遭受海啸的袭击 2004年底发生的印度洋大海啸 或许是人们记忆里最深刻的 最可怕的一次海啸 2004年12月26日 印尼苏门达拉岛附近海域 发生9.3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 海啸机起的海潮最高超过30米 波及印尼、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等多国 甚至影响到索马里、肯尼亚等东非国家 这次大海啸共造成约29万人死亡或失踪 超过100万人无家可归 而据2011年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报告 印尼被列为全世界最容易受到海啸地震 火山爆发洪水山崩干旱和森林火灾灾害的国家 这简直就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根据印尼国家自然灾害管理机构负责人表示 印尼2004年至2009年 自然灾害经济损失超过百亿美元 2004年 印尼海啸造成的经济损失为39万亿吨 约合42.44亿美元 2006年的大地震给日热和中草挖 造成了约27万亿吨 约合29.38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2007年 雅加达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 达4.8万亿吨 约合5.22亿美元 2009年 南苏门达拉岛的地震 造成了21.6万亿吨 约合23.50亿美元的损失 真是一笔难以想象的损失账 更可怕的损失 是印尼正面临着外国游客数量下降的前景 这可能是因为总受自热灾害的欺负吧 今年5月 印尼旅游部长 在雅加达本对记者说 今年游客人数可能会下降约100万 可能会影响包括澳大利亚 新加图 美国和马来西亚等国游客的旅游计划此外 巴黎岛附近的火山 爆发引发了类似的旅游警告 导致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 前往巴黎岛的游客数量减少了 要知道 巴黎岛的游客 占该国游客总人数的40%以上 此外 今年以来 印尼顿累计贬值近9%东南亚货币中 表现最差为了阻止印尼顿贬值 自5月中旬以来 印尼央行已加息 四次本已使得印尼顿略为止住跌势 然而阿根廷比索和土耳其里拉近期的暴跌 却令印尼顿重现跌势 上游新闻综合自央视财经 北京商败王等